哈喽大家好田田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女兰的情况 因为呢距离啊 女兰设计杯啊正式开打 还有三天的时间 正为呢率领的这一支中国女兰呢 实际上呢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我们依旧有很多地方啊 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那视频开始之前 也是希望屏幕前的朋友可以帮忙啊 点点关注点点赞 谢谢大家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女兰吧 那么眼下的这一支中国女兰呢 综合实力啊排名啊第二 仅次于美国队 但是呢想要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啊 拿到前三名啊 仍然是有很大的难度 如今呢国际蓝联官方主持的三名专家啊 对即将开幕的女兰世界杯进行了展望 那谈到这节赛事的结果的时候啊 三名专家终于有两名认为 中国女兰是有望夺牌的 那从三名专家的预测当中啊 也是可以看出 中国女兰目前能面临的最大的强敌 并非是美国队 由于呢美国队实力啊 要高出其他球队一大减 因此呢中国队完全可以将美国队啊排除了 其他呢十字球队才是中国队面临的最大强敌了 而在十字球队当中 日本队呢也是中国女兰的头号强敌 澳大利亚呢也是紧随其后了 FIBA的有两名专家表示 日本队是有望拿到银牌 而中国队呢只能和澳大利亚争夺通牌了 其实呢近几年啊 中国女兰呢在和澳大利亚多次交手啊 几乎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排名世界的第三 但是呢在中国双踏的强力加持之下 袋鼠军团显然是占不到任何优势的 由于呢本届亚洲杯澳大利亚呢 是属于东道主主场哨啊 是已经成为了不确定的因素 但只要啊中国对反护出正常的水准 拿下澳大利亚完全也是不成问题的 也就是说啊 中国女兰和澳大利亚的交战胜负的关键 并非整体势力而是主客场的因素 其实呢中国女兰最强的对手啊 其实就是莫过于日本女兰了 那日本女兰呢 虽然是世界排名位于中国队之后 但是双方之间的势力仍然是趋于伯仲之间 那值得一提的是 两支球队之所以能够成为顶级强队 最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由于双方啊 各自拥有各自的强点 中国女兰内线强硬 而日本队呢 后卫防线势力的突出 中国女兰近十年以来 无怨亚洲杯的冠军 一切都是败了日本队所赐 由此可见呢 想要战胜日本队 中国女兰就必须在后卫防线 表现的更为强硬 那一直以来 中国女兰内线实力突出 封线呢 是由于李萌的存在 而同样是占据了优势 唯独啊 后卫防线成为了最大的短板 杨丽维李源武童童王思宇啊 虽然在本土联赛当中是不可主导 但是呢 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证明自己 那在这四名啊 后卫当中啊 李源的缺点也是最为自命的 尤其啊 是在进攻端的稳定性 完全没有保障 那在上一届亚洲杯呢 中国女兰三巨头之一的李萌啊 是缺赞了 而日本队的两名当家后卫 也同样也是缺席了 在第四节呢 中国队呢 是一路领先的十分的情况之下 被日本队的第三后卫啊 宫崎早知是连砍了12分 完成了大逆转 宫崎早知呢 只有1米67 那常理来说啊 这样的身高啊 在中国队完全是不具竞争力的 但是呢 就是这样的一名小后卫啊 将中国女兰的后卫防线 是彻底的打蒙了 不仅犀利突破 而且呢 三分啊 神准 中国女兰 几名后卫的防守啊 形同虚设 作为日本队的第三后卫 宫崎早知啊 能够吊打中国女兰的后防私人主 由此可见 日本队的后防势力是何其的突出 因此呢 想要战胜日本队拿到银牌 必须要跨越对方的后卫防线 那中国女兰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 但前提必须是自己的后卫 不拖后退 所以呢 正位的用人啊 现在看起来就是尤为重要了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说到这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